这个狗头萝莉啊,说来话长,对于我们这个大叔大姐系列的人可能就很难长时间的听我来论述 我给浓缩一下,她是个网红,应该是广东人啊 然后这个从小呢,类似于一个问题家庭或者留宿儿童的样子 是跟爷爷奶奶或者跟老人长大的 那么这个女孩子长大以后呢,这个家庭属性,从小的童年就在身上有这种符号 可以说童年不是很好,不是很幸福 那成为网红以后呢,一下就爆火,也长得太漂亮了,也太可爱了 然后就在网上呢,也结识了这个男孩子 据有人说,或者据他自己说,这个男孩子呢,不珍惜他 吃他喝他,他养着,还暴力他 把他的这个信息呢,都给发布到网上去 他给发到网上去,就是有那种不雅的信息了 有那种这个,还有情色的信息了 那就开始封杀他 这个对他来讲呢,他觉得就不公平 不是我报的是吧,是伤害了我那个男朋友,把我曝光的 我得工作呀,那不行了,那全线封杀他 他可能在有的平台欠合同啊 就是你在我平台工作,你视频呢,直播都在我平台 一年好像给出来几百万,千万的这个级别啊 好像是这样,很值钱的这个主播 因为很漂亮,很吸引男孩子嘛 但你出问题了,那人平台就有权利和你解约啊 就是你伤风败俗,你道德不行 你看我们这种机构,这种逻辑啊 可能像伊朗啊,就是这种宗教国的比较明显 我们也有的 你看IIS塔利班都比较明显的有这种道德系统运作的 但是你说漂亮国他有没有道德系统运作 这是有的,但是道德系统主要是针对官 针对民没有这么强烈的东西 好,不说这些个了 反正他就是被打击了,被巨大的打击了 你想一年可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个合同 就单单工资都这么高,没了 而且不许露脸 几乎就断了他饭碗了 那个时候就看到,哎呦我天呐,人生大赢家 这么多钱,就刚要拿到手就没了 怎么办呢,第二步他就去那个 像那动漫会展的什么的 可能是要做模特什么的,去那里 也不行了 一靠近那个场馆 就那个 就有人驱赶他 你不准出现 网上网上不能出现 是这个公众场合 公众场合不能出现 这个女孩子就很委屈 那就要活 我就靠露脸活的 你不要露脸,我怎么活呀 最极端的时候呢 好像就发布自杀的信息 那个就是 传媒舆论到了顶峰了 像我这样子这个老头子就听到这样的信息 大家自杀 他说他没办法活了 网上网上不能露脸 线下线下不能露脸 你还让我活吗 我本来是个受害者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对我能公平吗 就自杀 然后呢 又有信息说他没死 挺好的 大家别担心 完了信息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突然间 现在又出来另外一个信息 你不是不让我露脸吗 线上线下也不行吗 我做 我做坚冰 贪坚冰去卖 中兴吧 他现在贪坚冰卖 但也被封杀 这个我是我一面之词啊 也许我这个信息获得的不是很全面啊 那么就是这次的新闻事件了 我又补了一下呢 其实我他闹得这么热闹 我没有看过这个女孩子的视频 这次看了一下啊 真的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情伤还是挺高的 你看招呼客人在这里大煎饼果子 老婆想要一个斗头罗里的朋友 那我要去把这张带一个煎饼 你太可爱了今天 那一个蛋两个蛋 两个蛋 老婆看的好漂亮呀 真的吗 真的 夸张的明珈姐 夸我的脸好看 哈哈哈 太可爱了老婆 老婆要拍照吗 想要拍照 我等一下最后解释是要拍照吗 好 那你想是什么样 甜的甜的辣的 我想要甜的吧 甜的有甜面黑鲜黑椒 好 那要你推荐呢 要拍照 好可以 老婆已经又甜又辣了 那就吃鞋了就够了 哈哈哈 那我会出了 喜欢吗 好甜 哈哈哈 我以为你会给我画个爱心呢 要画爱心要用快点沙拉 没事没事 嗯 那我等会就拍照 能不能用这个海鲜酱 给你画一遍 好的 谢谢老婆 我确定能不能画 哈哈哈 你画的我都喜欢 你画的我都喜欢 那边都这样不太好画 不知道是 可以可以 我已经看得很熟了 很好 就这样吧 好看 然后我是特别来找你的呢 真的呀 是的 我是温州过来的 我之前看你在广州 然后南京 然后这次拍你离我好近的 怎么笑就来了 哎呀老婆吃什么 甜的你还吃吗 嗯 我喜欢的 像你喜欢吃的就好了 那龙跳你喜欢的吗 好啊 那我喜欢 这个是 然后素的再加一个 素的要 要 要要 我都撕吧 老婆我给你带一个小礼物哦 对啊 鸡蛋 谢谢你 不可真好 不可是 我可真正整看了你视频的呢 谢谢你 哈哈哈 谢谢你老婆 我快走呀 好快走 老婆和爱心 哇 老婆今天 拜拜 啊 你看这个女孩子 这个 轻伤真的非常高 是吧 了不得 那现在问题来了 看啊 这里啊 这一次 举报穿着严严实实的旗袍 女性曲线暴露 说有三封化 说三封败 另一方面我确实没有办法 穿成这样在三封天进行户外作业 所以我只能遗憾的 本南京会说这件了 近日 网传网红狗头萝莉 穿旗袍卖煎饼一音被举报 过度暴露女性曲线 商风败俗离开南京 7月19日 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办事处 宣传科一工作人员表示 狗头萝莉摆摊不存在有商风化 商风败俗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卫生不符合规定 该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食品卫生要求 粉丝是不能进工作台跟他合影拍照的 摊肩病时应戴口罩帽子围裙等 但并不像他视频中说的一定要穿标准厨师服 检查发现他出摊前 食品调料摆放在外 不符合卫生要求 如果你来买病可以将爱床拿给我 我们两个一起充电 如果你是不高兴来买我的病 我也会努力的让你高兴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如果你不高兴 我也要努力的让你高兴 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受孽倾向这个女孩子 人家不高兴就算了吧 放弃吧 狗头萝莉在南京秦淮区 西南里街区摆摊外煎饼的消息在网上爆红 但却因被举报而离开南京 这一事件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据报道 狗头萝莉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外煎饼经历 并表示自己在三福天穿着厚重的旗袍 为了生活而努力 这一视频迅速走红网络 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支持 然而不久之后 狗头萝莉的摊位却遭到了举报 据传是因为它的穿着被认为有伤风化 以及煎饼摊位存在卫生问题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许多网友纷纷为狗头萝莉打抱不平 在此背景下 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办事处宣传科的一名工作人员 回应了此事 他表示 狗头萝莉摆摊并不存在有伤风化 伤风败俗的问题 但卫生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此外 该工作人员还透露 狗头萝莉的摊位已经离开了西南里街区 这一回应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一些人认为 卫生问题确实需要重视 但举报者也存在过度举报的问题 此外 也有人认为 狗头萝莉的穿着确实有些过于暴露 容易引起一些争议和误会 总之 这起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在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遵守社会规范 希望这样的事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好 就是因为合影合出来问题了 很有意思的问题 了不得的影响力这些人 比孔子 比苏拉底影响还大 但未必 就是你比孔子影响力还大 未必把人影响到坏的地方去了 呃 呃 这里这个新闻晨报报导的呢 还是视频里的那些个内容啊 狗头萝莉选择离开了 走了好几个城市都不能留他 已经决定离开南京了 7月9日来到了宁波 呃 下面呢说改变经营模式 只在贪前维持秩序和合影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面他不愿意 不愿意了 啥意思 又变主意了 还是啥意思 评论 按照图二的着装要求举国找不到几个合影的 评论 早餐摊要穿成这样子 我没碰到过几个 哪个城市能可以收留狗头萝莉